看电影短音声,大家好,欢迎收看沃龙影视,我是花花,今天给大家带来电影弱点的电影冷知识。 电影是根据麦克尔·刘易斯的书《弱点》比赛进程改编而成,电影里展现的内容仅仅是书中的一条主线而不是全部,导演说整个电影中最难找的演员就是男主了,因为现实生活中的奥赫是一个标准的大块头,要找到这种类型的演员是非常困难的, 索性在最后通过朋友的介绍找到了昆冬亚伦,一见到他就确定他是男主角的最佳人选。 昆冬亚伦在出演电影之前是音乐会场所的保安,并且他在前期试镜后,导演明确表示不会干扰他的工作的前提下才同意参演的,于是就有了影片中那个憨厚的麦克尔。 在影片中除了主演麦克尔,善良的讨喜太太也是一个亮眼的存在,他的扮演者桑德拉布洛克,一代以往傻大姐的喜剧风格演绎了一位极具责任心的羊母,后来他直接表示非常喜欢这个剧本,在表演中还担心演不好,经常问一些有没有演杂的问题。 影片多处还原真实场景,曾多次致敬奥赫。 像影片中的第一次比赛,多处镜头展现得和现实中一模一样。 好啊,今天的电影冷知识就讲到这里,你还知道哪些关于这部电影的幕后冷知识呢? 换在评论区交流,叫小主别忘了关注点赞哦,谢谢大家。